马来西亚第五三榴莲 这个品种种植在北马槟城 于1940年5月27号在农业部登记注册 特别是Bake Pool产地的果 通常被认为是全马品质最高的 原因是这一代的果树年龄都比较老 有几十年的历史 其中第五三这个品种 就是在桑比拼南的果园里面发现 果子个体通常较小 但是果肉非常厚实 皮厚 肿子小 你能看到它的果肉是有带皱纹的 跟人老了的那种皮肤状态类似 以此来吐醒它的树林 甜度非常不错 每天一个榴莲故事 带您领略不一样的榴莲品种